大家好 欢迎来看这期项约 我是小钟 我是丁丁 马上就要过年了 先提前祝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么一个更久远用流传的问题就来了 今年过年你回家了吗 已经到家的可以先暖一波场 还没有到家 不想回不能回的 就把没辙带在公屏上 回家过年和亲戚相处是在所难免的 当我们被这些凡人的亲戚问到 这个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时候 当气氛干到极点 你手足无措的时候 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人 小一 咋了 小众 小众 叫女朋友了吗 算 算有 有吧 我跟你说这男孩子呀 现成家后立业 这个没有后骨之忧 要不要让你爸妈诞行 我 这 你 小一 好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状态不错呀 你看您在容广还发的 我给您拍上招片吧 小一今天刚做了美容 你还看出来了 那小一也没戴四截 现在要去换衣服啊 一会儿就来你做活啊 好看吗 新来的 真的好看 没看是吧 你就得戴个四截了你说 你在容广还发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那可得给您做拍两张 哎呀 你们看这一下子啊 这焦点就转移到咱小姨身上了 所以 今天我们就来教你四招 帮你拍到家人满意 就是说什么不好 感觉在骗人 像咱那么学会被亲戚干死 第一招叛逆拍 叛逆拍就是说这个创作者 拍出一些脱离世俗 家庭概念的照片 非常建议这个家里面 长辈比较开明的小伙伴 可以以身是法做一下 聊到叛逆 查理英格曼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她有一个项目长达十年 这当中记录了母亲 各式各样的穿搭跟点滴 这个项目就叫妈妈 那她呢也是一个时尚摄影师 几乎所有你报得出名的时尚大刊 她都拍过 她这种作品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时尚元素 比如说妆容啊 穿搭造型 还有拍摄的用光 至景 说她叛逆是因为 她把她妈妈拍得太像女朋友了 这些照片当中摄影师 与模特的亲密度 如果说这个模特 换成是一个年轻的辣妹女模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有违和感 那到底是什么 让这个项目这么火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 对这个项目的印象打在弹幕里 我们来列举一下 这个作品里的标签吧 比如说中年 白人 母亲 裸体 时尚 欧美 queer 这些东西单独看都很make sense 但是将这些标签 极为一体 在一个作品之中 就引发了非常多 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 被讨论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母亲能够对儿子做出如此开放的姿态 作者本人也回答过这个问题 她说她清楚地知道她与母亲的微妙的分界线在哪里 也知道什么样的请求母亲是愿意尝试的 其实这是一个彼此支持的故事 在这对先锋母子的合作过程当中 她们各自探索着自己的课题 那母亲作为妈妈的身份 表示出对儿子拍摄的支持 那作为模特的身份 她又表示出了自己的权势跟人格 儿子作为摄影师尝试各种拍摄手法 使模特除了在母亲的身份之外 展现出更加有个性的多元的面貌 最终呈现出了这样一个充满信任和支持的项目 在这里我还想聊一个咱们国内的摄影师 这摄影师平时拍的都是裸体什么的 是情绪非常强烈的那种照片 有一次她受到杂志的委托 要求她拍一组不能脱衣服的作品 于是摄影师索性就拍了自己的母亲 一开始她蛮怕妈妈接受不了的 拍摄之前她也请问母亲 愿不愿意当她的模特 电话另一头母亲却回问她说 你需要全裸吗 这个时候摄影师知道 妈妈一定是看过自己的作品了 但是母亲在拍摄的过程中 始终没有和儿子提到她的作品 然后还反复地去询问儿子 我什么时候过得更好看 这位母子之间虽然不经常交流 但是在她们的生活中 却时刻都在互相体谅 关注着彼此 很多事情就心照不宣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摄影师是谁 你把她的名字打在当中里面 自古以来过年过节就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 这个已经是被专家证实过的了 所以这一招我们非常建议过年过节在家 会容易Emo或者网易的朋友去尝试 也许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共处 说到这一招 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了 那就是《生爱长久》 它最有名的作品 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这些 鸭的这本画册也被某个权威机构 评为这二十年来最有价值 最好的摄影画册 但是今天咱不聊鸭 给大家增添一些冷门小知识 聊一聊它的跨度长达18年的家族 《生爱长久》他们家世代经营这一家照相馆 生意还蛮不错 1971年的时候 他和妻子杨子一同回到老家探亲 他就一时兴起叫上家庭的成员一起去照相馆 用祖传的相机 还有祖传的手法拍了一张合影 自此他每年回家探亲 都会拍一张类似的照片 说到这里 他这些照片可能也就是普通的这种全家福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会发现非常多的照片中 深奈都安排了一个闪光点 这个项目刚开始 照相馆的生意不错 父母身体也挺健康的 家人经常聚在一起 不过这样拍来拍去 这些肖像也玩不出太多花样 他就有一点厌倦了 家族这个项目也进入了十年的搁置期 1985年的时候他才重拾这个项目 但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妹妹长女去世 父母年岁已高 几年后随着父亲的去世 和写真馆的倒闭 家族纷纷离析 剩下年迈的母亲与生来长久 还有举着父亲遗照的弟弟 在写真馆拍了最后一张家庭合照 有一位日本摄影人曾经说过 生来的创作动机其实是爱与挫折 如果我们不从技术的层面上去看他照片中的这些色阶灰度 什么的 其实家族这个项目对于他来说 就是纯粹的去记录时间的消亡 还有留存家庭存在的凭证 他其实是在用摄影这种方式 在消解他自己的痛苦 隐秘的表达爱与羁绊 第三招随便拍 这一招呢是和家庭关系不错 没有拍摄目的 然后也比较旧的小伙伴 其实随便拍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 叫Snap Shot 对 就是快拍的意思 咱之前采访那个 23 23还有 还有你刚说的 人行都是属于快拍 对 说到家庭快拍 这张是不是很面熟 这些照片里父亲酗酒 母亲暴饮暴食 家里又脏又乱 其实呢 Richard本来也没有打算拍自己的父母 在家的快拍其实只是摄影练习 当时用的相机 胶卷冲洗都很烂 在这组照片中 虚焦过曝露光比比皆是 不过这样的粗制烂造 恰巧非常适合拍摄主题 这些照片一经发表 便引起了轰动 被赋予了很多艺术价值 聊到艺术价值 这组作品一方面 极大程度上的托宽了欧美 这种家庭快拍的意义 还有呢 就是颠覆了一个传统的父母形象 另一方面就和钱有关了 因为众所周知 玩艺术是需要钱的 艺术家也大多出身中产 毕竟你要有钱了 才能关怀精神 比如另一位派家人 很有名的摄影师 叫做Larry Sutton 他就使用非常精致的手法 这里用的应该是中画服的相机吧 然后拍摄了这个中产阶级 父母退休的生活 这种照片也真的 我也是非常地喜欢 但是他从头至尾 都是散发着那种小子的气息 不过啊 在这个有钱人居座的艺术圈里 突然出现了像Richard一样的 这个穷小子 好嘛 这个全世界的艺术圈 对 未知震惊了 荒飞却 其实我不太同意你的手法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说 违背了他的创作动机 这组照片看起来是 记录了萨切尔夫人执政之下的 英国贫困家庭的生存状况 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啊啥的 但其实从他自己拍摄的本院上来说 他没有想要这么多 他就是一个用相机去记录他家人的人 记录下亲密的瞬间和自己已经熟悉了的贫困生活 所以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些算是孤独解读吗 是 但很多人都这么解读了 对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作品出来了 他的价值啊意义啊是被观看着 被赋予的 我觉得我也不算特别的孤独解读 因为他这个作品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的成绩 那么有名就是因为被太多人孤独解读了 所以说Richard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不论你是拥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你是在哪个国家 只要你爱你的家人 愿意举起相机去记录那些点滴的家庭生活 你的作品就很有意义了 没准他也会像Richard一样就是很幸运 然后被过度解读一下啊 被大家被带那么多人过度解读 然后你拍出一个啊 刘芳百事名垂千古的摄影作品 第四招风魔牌 这招就比较适合这些家庭比较保守 或者你自己性格比较内敛的这些创作者 那用这招用的特别溜的摄影师 就是日本的传员和之 他这个人和咱之前介绍的这些还不太一样 他不算是一个艺术家 而其实他的这些影像风格也不是咱特别喜欢的 对 但是他拍的这个作品依然非常的打动我 很温暖 他可以说是一个网红摄影师吧 他在自己的推特上个人简介里面 是这么说的 一个只拍家庭照片的人 他所分享的作品中 也大多是拍摄太太女儿和祖母 他说照相机是留下瞬间的道具 照片是为了向家人传递真诚的爱 其实不论你用哪一种方式去拍摄你的家人 我们今天提到的摄影师都是以对家人的爱就为出发点的 照片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摄影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跟家人沟通的方式 你在拍摄的时候你的家人会感受到你的关注 而你也许可以通过摄影发现他们身上除了妈妈 爸爸这些身份之外 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人格 每一个人从诞生开始便被赋予了家庭角色 社会角色 理所当然的背负起义务与责任 当你每天面对你妈妈的时候 你是否会发现你妈妈可能除了做饭呀 打扫卫生呀 照顾家人以外呀 可能还喜欢毛茸茸的玩具 或者你妈除了你爸以外还喜欢过别的男孩 对 反正就是除了父母这些既定的这种角色以外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独特的人格 可能你妈的这些感情八卦 其实摄影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事 当你拿起相机的时候 你可以短暂的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抽离 那你跟亲人的关系也从平时的这种关系中 变成了一种拍摄者跟被摄者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的转变会产生怎样一种奇妙的反应呢 其实还蛮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大家试过就知道了 对 然后为了督促啊 为了督促大家的过年期间兼致创作啊 我们也不止一个 不止作业 不止一个小作业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啊 越涉越好 越涉越健康 拜拜 等一下你拍好看了吗 你这个高度不对啊 by bwd6 provincial